好 不過說到迎接七月份就是鰻魚季了 跟隨著日本傳統要吃鰻魚可以滋補養神 而先前受到疫情的影響 台灣的鰻魚業者呢 外銷受阻轉為內需 原本價格變低了 但是現在業者透露了 近期以來鰻魚需求大增 價格也跟著調漲 現在來到一公斤九百到一千塊錢 好 究竟鰻魚要怎麼烤才好吃 其實師傅也透露了 挑選魚種就是關鍵 三尾新鮮活鰻魚 在網架上烤得滋滋作響 兩面來回刷上濃郁醬料 包裹入味飄出陣陣香氣 現沙現烤的蒲燒鰻魚 連皮帶肉吸收飽滿醬汁 前一天就得先蒸一輪 但想吃到肥美鮮嫩的肉質 重挑選魚種就得做足功課 我們通常要求的話 一定是要擺慢 肉質的話會比較厚 然後會比較嫩 平均再烤一尾的話 時間都是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不調味直接烤試吃它的原味 坦凱農委會統計數據 光是去年台灣鰻魚有97%出口到日本 外銷產值更是超過九億元台幣 無奈疫情攪局這數字已經是三年來最低 國內鰻魚業者外銷受阻 轉而內銷 又碰上七月鰻魚盛產季價格浮動可不小 疫情它外銷還是內用就是也比較少一點 不同上面就是看著現場的行情啊 一個月的價錢跟下個月的價錢也會有不同的 業者透露以往一公斤的活鰻魚掉到七百到八百元 但七月鰻魚季需求大增 價格跟著調漲來到一公斤九百到一千元 隨著疫情產季台灣鰻魚價格一變再變 但民眾吃鰻魚飯滋補養生也能感受異國風味 記者黃志杰里蘇于台北採訪報導